庆于年中,范贤九大亲信的最终结局 其中一人为保护范贤身死,八人圆满落幕 第一位,王启年 王启年可以说是范贤的第一心腹最强助攻 他与范贤惺惺相惜,互为知己,一直跟随范贤左右 但在大东山时,他放弃救驾,选择顿走向范贤传递情报 成为了明面上的死人,只得被陈平平隐藏 成为了检察院二处的副主办 直到陈平平返乡时,被庆帝紧急召回 他为了将消息传递给范贤,才再次现身 范贤打败庆帝选择归隐后 王启年也和自己的家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第二位,滕子经 滕子经是范贤人生转折的关键人物 他与范贤结识后,两人经历一系列事件 从普通朋友变成了甘愿为对方赴死的挚友 最终,滕子经为保护范贤倒在了牛兰街 第三位,高达 虎卫高达跟随范贤出使北齐 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此后深受范贤影响 在大东山面对四顾剑时选择当了逃兵 因怕给范贤田麻烦 隐姓埋名娶妻生活数年 最终行踪暴露,却被陈平平救下 跟随黑齐一起前往东夷城 和家人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 第四位,影子 影子原本是陈平平的心腹 陈平平有意将检察院传与范贤 影子便渐渐被转去辅佐范贤了 陈平平死后 影子随范贤拿下东夷城 并向四顾剑刺出了平生最强一剑 解开了多年心结 随后他陪伴范贤两次刺杀庆帝 庆帝死后,他消失踪迹 相传是回到东夷城 摘下面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第五位,阎兵云 他从北齐归来后 帮助范贤斗皇子、寻江南、掌内裤 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范贤在成为检察院院长后 对他十分赏识 将检察院交予他代管 陈平平死后 范贤与庆帝决裂 阎兵云因接受了陈平平 竭力保住检察院的生前所托 只能明面上站队庆帝 但在范贤刺杀庆帝受重伤后 他依旧选择了暗中收留范贤 最终,阎兵云不负所托 保住了检察院 也成为了新一任院长 第六位,邓紫月 邓紫月从范贤身上看到光明后 成为了范贤最忠实的伙伴之一 他唤醒了昔日意气风发的自己 帮助范贤解报月楼危机 除春为舞弊 受编三大方 强势阵服下七妃 质斗名家 击杀圆梦 始终站在范贤一边 毫不动摇 不离不弃 新皇继位范贤归隐后 邓紫月留住京都步步高升 仍旧坚定代表范贤的立场 第七位,石产利 范门四子之一的石产利 科举不重 被范贤眷顾一直留在身边 范贤托其代持报月楼股份 让他成为了报月楼名义上的主人 在他的努力下 报月楼分号开变天下 不仅让范贤拥有了无尽财富 也帮助范贤 逐建了遍及天下的精密情报 石产利还迎娶了桑闻 过上了幸福生活 第八位,京哥 昔日的京哥是魏军中萧将 因枪挑秦叶长子被判死刑 幸得陈平平暗中失救 隐姓埋名成为了黑棋副统领 范贤南下江南时 陈平平只派他随行护卫 京都平叛中 范贤命他在挑秦叶 四子秦衡 助他报仇血恨 此后在陈平平受益下归于范贤 率四肩黑棋前往了东夷城 成为了范贤手中最可靠的军事后盾 第九位,红竹 红竹是范贤在皇宫中隐藏的最强底牌 他为范贤传递了无数宫中情报 帮助范贤完成了许多高难度任务 范贤隐居后 将他要了过去 一同安享余生